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先看看最新一期的CCL 報154.64點 按週跌0.35% 重返2017年的水平 今天我們繼續有施生和我們一起談談 施生你好 你好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在前日出爐 一如預料 政府都有一系列針對樓市的減納措施 但施生你好像不太滿意 為甚麼呢 不到我不滿意 施政報告不是為我而設 應該說政府對市場情況的判斷 與我的判斷不算很吻合 政府似乎覺得市場其實沒甚麼 很輕鬆的 不用做那麼多事都可以 而我相對對香港的市場比較擔憂 我擔憂如果不下足藥 情況就未必扭轉到 香港最擔心的就是資產價格貶值 令到香港人可能很多年的努力 短期入面都付諸流水 破壞性是很大的 即是會影響一些人的消費意欲 即是會影響一些人的投資能力 變成以後的經濟就要花很大的氣力 才能追回 所以我就覺得問題嚴重 所以要多下一些藥 他們覺得不嚴重 究竟是我過濾呢 要等市場的現實去告訴大家 你有沒有說預期新的政策落實之後 對於日後的樓市的發展會有甚麼影響 有選擇怎樣都好過沒有選擇 這三個方面的選擇有些效果不明顯 有些效果會明顯 即是你說崇稅、額外印花稅 那個徵收的時限 以前三年內你轉讓就要收 現在就縮短到兩年 即是過了兩年就不用收了 都是放寬了 對於那些已經買了樓的人 有一堆本來未賣得 現在就可以賣了 他們放盤多了的話 增加供應對樓價可能會壓抑多於扶持 但是對於未買樓的人 這個措施出來之後 他會不會去買呢 應該就不像了 因為兩年的限期都不少 即是現在市場不是那麼穩定 如果市場是一直長期看升的 那些人覺得我守三年都能守得過 現在其實市場的波動性大、風險高 說買入了賣出就要罰多20% 都是一個不少的數目 所以很多人都因此不夠膽入市 這一條例其實都是罰你的 只不過以前罰多些 現在罰略少 但是都是罰 所以對鼓勵人日市是沒有起作用的 第二條 譬如你香港人買樓 那些人買樓由收15%降到收7.5% 是減少了 但7.5%都是比正常印花費高 正常印花費是4.25%最高的 便宜的200元都有 要比7.5%是多了很多 這個只能夠說阻力少了 不是助力來的 最好處的都是那些人才 以前你是外來人 雖然他當你是高財也好、專財也好 你要買香港的樓 你都要先給了買家印花稅 加起來都要給30% 這個就很大阻力 因為如果你買樓借到九成按揭的話 首期都是一成而已 印花費都給了三成 等於要儲三個首期 很妨礙別人買樓 現在反過來 就不收你先 遲些再追回 以前先收後退 現在是先免後追 這個對於外來的人才 如果他想在香港定居 就少了很多阻力 追有效是第三項 所以這些措施出來之後 交投點都會增加一些 但是不是一個推動力 只是一個減少阻力而已 交投多了之後 價格都應該平穩一些 但是能夠在這個水平 將樓價先鞏固下來 已經不錯了 至於以後怎樣走 都要看整體經濟的發展 同時針對一些香港的中產人士 都大量流失 這次的施政報告 都推出了兩萬元 有新生嬰兒的獎勵金 去刺激香港人生育 詩先生你覺得這個政策 其實對中產的那班人士 有否吸引力 這不是只針對中產的 生育是傳聞的 我自己覺得 現在香港人生育少了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純粹兩萬元 是否吸引到人生育 變成你是從錢的角度去計算 我說很多原因 其他原因不講字 只是從錢的角度去 你生一個嬰兒 有很多費用 雖然現在你去公立醫院 用自然順產的方式 差不多不用錢 但是你多了一個小孩 你就可能要有一段時間請工人 除非你不上班 不上班你就少了一份收入 是一個很大的疲費 你回學 你讀功立學校 但是你還有書保費 又要補責 那些小孩又會參加這個活動 增加一個小孩不是兩萬 二十萬都未必得 二百萬都未必得 那杯水車身 人家不會攤你兩萬去生小孩 這個只不過是一種姿態 即是說政府現在是很想香港人增加生育 而且開始行動 這個行動的第一步的動作 都是在金錢上作出一些補貼 然後補貼的東西可以很多 例如你假期可以補貼 現在好像前四後六 你可能可以增加一些 另外免稅率 其他角色的學習津貼 都可以切的 我相信現在政府能夠做的 現在這個行動一個象徵政府會做 做的方向都是用金錢上的誘因 金錢上的誘因在世界各地 都一早有人用過 效果是不明顯的 最明顯的就是信仰、價值觀 譬如回教徒生很多 因為他信真主 以前中國人都生很多 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很多這些思想 連一些女士都會受影響 我認識的朋友的家 生了七個女兒 他都還要生第八個 但我博一個兒子 不是難的 媽媽要自己 女性自己都這樣看 所以這個就是意識形態 價值觀 會影響一個人生 政府似乎用物質引誘為主 所以就沒有用思想價值 謝謝師先生 希望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 都對日後的樓市或生育方面都有所幫助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沒有請 我們下集的時間 throw you 我們下集大 數不見 你 你 你